凤林家知名的冰淇淋店秉持乡镇助老的信念 结合华山基金会 今天邀请两位从未过过父亲节的孤老担任一日店长 协助店员装冰加料制作美味的冰品 两位引发长辈不但忙得不亦乐乎 也共度了一个难忘的父亲节 戴上口罩 两位老人长辈手拿着装满冰的碗 再来精挑细选冰品的馅料 淋上黑糖水一碗清凉美味的冰品就大功告成 这是华山基金会两位老宝贝充当一日店长的体验 凤林镇这一家知名的冰淇淋店 夏季店内人潮络绎不绝 老板娘潘真芳长期从事公益活动 深刻体会到花莲后山资源匮乏 不仅免费提供200份的冰淇淋 赠送给华山基金会凤林镇以及万荣香的长辈们 更加入华山爱心店家行列 一同将爱传送到偏乡角落 照顾我们的老宝贝 令华山基金会万分感激 擦冰就好了 华山基金会在花莲地区13乡正式服务 将近1200位的长辈 因地图偏远 资源缺乏也特别奇叹 恳请社会大众支持花山基金会 拥抱老宝贝 拉近新距离的活动 送爱到天乡 捐助一年总共15000元 来任养一位独居长者 让爱心服务不间断 记者是玉兰凤林镇采绑活动